欢迎大家收看克莱奥环球咨询 被誉为独角兽之地和创业之国的国家 以色列 其名字的意思是与上帝搏斗的人 一个自然资源有限的国家 是如何转变成全球创新和创业的大国呢 被历史所创伤的地方 是否有可能塑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未来 今天我们深入地讨论以色列 这个诞生于动乱中却无依其坚固的国家 它有非凡的故事 你准备好接受启发了吗 在一战以后 英国接管了之前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巴勒斯坦地区 然而到了1948年 英国决定放手了 一个新的想法出现在了 巴勒斯坦建立了两个独立的国家 一个阿拉伯的 一个犹太的 这个决定背后的故事复杂且根深蒂固 犹太人群体有着对这片土地的历史连接 曾被罗马人驱赶 而后来定居在这个地区上的阿拉伯人则认为 这是他们数千年的祖先之地 另外大屠杀的恐怖近600万犹太人被纳粹杀害 凸显了为犹太人提供了一个安全家园的迫切需要 这些复杂的因素为以色列现代国家建立了奠定的基础 但他们也导致了以色列巴基斯坦的冲突 在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时期 一波犹太移民朝接受过教育和赋予的人带到了这个地区 他们引进了新技术 投资土地以提高生活条件 然而他们聘请同胞犹太人的偏好 加剧了与阿拉伯人口关系的紧张 后者对共享土地持有疑虑 紧张的局势升级导致两个社区之间的冲突不断 在1948年尽管政治形势动荡 以色列宣布了独立 你能想象他们面临的巨大压力和不确定性吗 然而尽管一切逆境 以色列人们依然坚韧不拔 他们由一个富裕的家园和共享梦想团结在了一起 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 他们通过利用技术如滴贯系统 掌握了自行创建资源的艺术 即使在沙漠环境中也能够保证水有效的使用 然而以色列的主要资源是其高度受过教育的人口 吸引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才被大力强调 每年大量的犹太人通过归国伏集 为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个国家在研究和发展上投入重金 甚至在百分比上超过了美国 这种投资使得以色列其国家发挥出了在世界的领先行业 如先进的半导体、军事、武器和钻石加工 这些行业的发展是由一个政府项目推动的 该项目通过直接投资有前景的行业鼓励创新 政府鼓励私人投资者用自己的钱在以色列投资企业 作为回报他们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税收优惠和零利息的贷款 这使得以色列投资和开设企业变得非常有吸引力 并且有效建立起生产业 而政府无需承担任何的成本 在1990年代 当以色列欢迎了近100万前苏联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 在苏联解体后移民到了以色列时 这种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 这种既能在移民大大提升的以色列技术专长 从一开始 每个人在经济不稳定的时候 都会寻找最安全的方式储存他们的钱 瑞士证明了 无论发生什么 瑞士银行总会保管好你的钱 瑞士对其银行的信心如此之深 以至于在银行崩溃的情况下 它甚至保证每位客户都能够得到最多10万瑞士法郎的退款 人们曾经认为 只有超级富豪能够负担起拥有瑞士银行账户 而唯一的方式就是乘坐私人飞机来到瑞士 与银行经理面对面会面 好吧 这不是真的 至少现在不是了 瑞士银行Ducascopy向所有人提供了基本服务 你不仅可以轻松完全的在线开设一个账户 而且它将是完全免费的 它没有月费没有最低存款的要求 您可以在Ducascopy科技银行的账户中 享受23种货币塑料和虚拟卡 一键投资储蓄账户区块链的操作 P2P的交换和许多其他的特殊性 无论你在哪里 只要你有身份证或者护照 存购过程只需要大概5分钟 只需要扫描二维码或者使用描述中的链接 填写表格 然后与银行操作人员进行视频通话 或者使用手机背面的扫描文档 就这样 你在瑞士银行的账户就在同一天激活了 我们接着来聊 与韩国不同 后者有几个大公司推动其经济成功 以色列有许多小公司分布在较少的消费者 导同项的行业中 它也吸引了许多国际公司 在以色列建立高科技制造和研究中心 利用以色列受过良好的教育的劳动力 以色列显赫的经济历程 对于面临艰巨的挑战国家来说 是一个激励 通过谨慎的经济管理 战略改革和对创新的关注 以色列克服了逆境 转变成为全球最繁荣的经济体制一 它证明了 即使资源有限的国家 也是可以通过利用人力成本 人力资源促进创新 并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 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讨论 我们一起讨论了关于 以色列的历史 独创性和经济实力 这也是令人敬佩的旅程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启发 一定要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获取更多来自世界各地 吸引人的资讯 感谢你加入我们的讨论 今天我们一起讨论了 关于以色列的历史 独创性和经济实力 这是令人敬佩的旅程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启发性 一定要点赞收藏订阅我们的频道 获取更多来自世界各地 吸引人的故事 那我们下次再见 继续探索并拥抱人类潜力的力量 欢迎收看可莱奥环球资讯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